自我調控力高的人 就是表示他比較能夠 隨著環境的改變 來改變自己的態度跟行為 簡單講就是這個人 比較像是牆頭草兩邊倒 然後呢比較能夠隨機應變 比較懂得變通 但是呢比較壞的地方就是他很像變色龍 比較沒有原則 自我調控力低的人呢 壞處就是他很固執 沒有彈性不懂得變通 然後不會隨著環境的改變 來調整自己的言行 他呢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是這種人的好處就是他很有原則 折善不死 好 歷史上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第一個叫做王安石 王安石大家都聽過嗎 王安石變法 這個王安石他變法其實過程非常坎坷 還有這個黨真 有另外一黨的他們兩個在爭辯 他是要變法的 另外一黨是不要變法的 然後產生了很多這個 這個殺來殺去政治鬥陣 然後一開始推也不成功 是一直一推一推到這個才 很多人才成功 可是在過程中他都非常堅持 堅持他的理念 然後遇到非常多困難 他還是堅持下來 他就是一個自我調控力低的人 自我調控力低的人 有一些特徵 就是他們比較不重視外表 然後比較不重視生活的一些瑣事 譬如說王安石他平常生活都是怎樣的 他穿衣服都是有得穿就好 他不像一些大官 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他只要有穿就好了 破掉的人 或很髒 他也不在意 吃飯呢 以前的人吃飯都是一整桌的菜 他們以前吃飯不像我們一樣 中間還有一個旋轉盤 沒有 那菜擺好就是擺好了 王安石只吃放在他前面能夠倒菜 他懶得爬起來去夾其他菜 你知道嗎 他說金座家 什麼菜在前面 他就吃什麼菜 就一直吃一直吃 就是阿斯堡就沒了 他不在意吃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自我調控力低的 所以他才能夠那麼執著在他的變法上面 然後別人怎麼攻擊他 怎麼講他 他們都不在意 我就是要做我的變法 另外一個人呢 叫做洪成仇 這個是呢 明朝末年的邊境的大將 那明朝到最後被誰滅掉了 被清朝嘛 清朝就攻進來了 他是大將 然後你就被抓起來了 可是因為他的這個 是一個人才啊 厲害的將軍 所以清朝還想把他吸收為自己的人 然後就關在大佬裡面啊 就找他們的大臣去跟他談啊 他說 能不能投靠我們清朝什麼樣 他一開始嘴巴硬喔 他說 不要 絕對齁 令死不從這樣子 你願意自殺 也不能投靠你們清朝 那清朝很緊張啊 因為這個大將他們很想留下來 很怕他自殺 就怕有人去跟他談 這個人談完了之後呢 就來跟這個 這個 皇帝啊 報告說 欸你放心 我跟你保證他一定會投靠 他不會自殺 我說你怎麼看得出來的 因為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啊 那個地牢齁 天花板那個灰塵掉下來啊 然後占到他的衣服 他還是把那個齁 灰塵剝掉啊 那我跟他談話半個小時之內 他剝了好幾次啊 然後很重視他的衣服的齁 這個整潔度啊 一個想要自殺的人 充容就義的人 怎麼會那麼在意自己的外表呢 他就是這個事實證明 他後來就投靠了 他就是一個自我調控度高的人 自我調控度高的人的特徵就是 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很在意別人如何看自己 特意他們對自己的形象很在意 那這種人的優點就是 他能夠變通嘛 對啊 不懂變通的人 像文天祥就 就就義 充容就義啊 啊他不是啊 對不對 視食物者為俊傑嘛 所以這是這兩種人 那自我調控度最 我上次講是說 高厚低並沒有好愛之分 那影響自我調控度的有兩個變相 一個變相是事情的結果所影響的嚴重程度 如果今天事情影響 後果影響沒有很大 我們的自我調控力就會比較低 我們就會堅持力的原則 可是如果今天影響很大呢 譬如說 有一個帶子 哪一把槍 指著你的頭 對不對 你現在磕頭 叫我一聲阿爸 我就饒你一命 你一口不叫我阿爸 我就把你槍斃 這時候你會說 我堅持我的原則 適可殺不可辱 絕不會讓你侮辱的 你就被幹掉了 你就被殺死了 所以當事情這樣嚴重的時候 通常我們調控力會突然變高 沒有你 沒有你 多叫我幾聲阿爸 之後都沒有你 只要你不要殺我就好 對不對 但是有的 因為自我調控度太高了 他寧願死的 這是第一個 跟後果有關係 第二個是跟什麼 年齡有關係 通常隨著年齡的增加 我們的自我調控度會下降 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比較在意別 你怎麼看我們 比較在意自我的形象 想要給你一個好的形象 可是年紀越來越差 你越來越不在意別 你怎麼看你的 我活的自在比較重要 我遵守我的原則 我的價值觀來過生活比較重要 所以你就會過得比較快活 就是別人對你的評價 是好之外 你不管 但是你自己過 你自己想要生活 這個是比較快樂的吧 所以他說老年齡好的時候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這的確是一種會產生的現象 可是其實是好事 而不是壞事 我認為你會去成功 醉吧 謝謝 來吧 我們很高嗎 謝謝 謝謝